这就是我看到第一次战争 张艺谋指导的新片 长城打怪兽 尽管评价两极 但少年五天 已经突破五亿人民币 除了好莱坞巨星麦克戴蒙 还找来两个超年轻的秘密武器 抢攻大陆女粉丝 因为一开始确实很紧张 当时在那趴着 我都不知道在干嘛 导演上来跟我讲戏的时候 就是教我去怎样去演那个角色 TFBOYS队长王俊凯 年仅17岁就演皇帝 预告片画面比彭宇燕还多 三年前出道后人气飙涨 王俊凯专辑广告不断 现在更跨足大荧幕 迅速累积财富 身价2.48亿人民币 约台币11.5亿 是大陆90后富豪中排名第六 也是最年轻的一位 而另一位帅哥则是陆涵 陆涵是前南韩团体XO成员 两年前退团转往大陆发展 受到年轻粉丝欢迎 身家大约12亿多台币 大陆调查90后富豪榜 前年榜首的是龙光地产 非执行董事季凯婷 因为外形清秀被网友称为宅男女神 她也是龙光地产董事长 季海鹏的女儿 身价高达80亿人民币 很少公开亮相 虽然网上流传相关照片 但庐山真面目依旧令人好奇 记者综合报道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让爱飞扬